等下 先生 请问您考虑好了吗 这些戒指里边 哪一个 会让女生最后嫁给我的冲动 冲动 要不 您给我讲讲 您女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吧 她 力气很大 还爱吃 尤其爱吃臭的东西 还爱看恐怖片 这么有活力的女孩子呀 那要不 您试试我们的暗黑系列 这个是我们暗黑系列 最新推出的新量款 太不同了 她是个很特别的女孩子 那您试试这个 全是只有一个 我把她拖起来 拖起来 这所谓的女生主动 不是说让你主动去告白 而是让她慢慢喜欢上你 先对你动心 那么这个过程呢 她也是有技巧的 她需要你 怎么还要剪啊 要是不管用 我就申请无效退款 男人呢 你向视觉危险 那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的外表 这还用你说 这个外表呢 也并不是说 你必须得要美罗天仙 你得要合理地展现出 你外貌的优点 比方说 你的皮肤很白 很长你就要尽量地展现出来 对不对 露出来 或者说你的脸很小 这 这脸很小 它本身就是一个优势嘛 对吧 再或者说 你的手很好看 那你就要把它露出来 你就把它放在脸上 秀一秀 没有亮头发什么的 总之就是要尽量地去发现 你跟别人不一样的优点 你回来了 你把东西给我吧 赶紧去洗手吃饭了 不用了 我自己来吧 我的努力没效果吗 还是我今天做的这桌菜 她都不喜欢 尝尝味道怎么样 好 你化妆了 化了一点点 很明显吗 大半夜 大半夜化这么浓的妆 又不是万圣节 今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 还行 还行 不是说歪头四十五度角 说话会看起来比较可爱吗 她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难道方向反了 尝过这道干边豆角吗 我试试 终于注意到我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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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去 活出去 不就是我主带吗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得展现 身世有礼 坐怀不乱的一面 努力拉回你崩塌的形象 我帮你倒点酒 不用了 我自己来 别动 难道真有效了 你干嘛 你双眼皮贴掉了 我们来干一杯吧 不喝 我 顾南舟 你脑子里有水吗 这么明显你都看不出来 怎么还要钱啊 这也太坑了吧 我 如果这些普通的公式 对他都无效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尝试 利用一些心理运力 制造一些与他拉近关系的机会 比如说这个时候 来一场意外的停电 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停电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好兄弟没创 啊 好兄弟没创 唉 你怎么从外面回来了 有点事 张语过来找你了 大半夜你还跑出去见他 这不是我的草莓慕斯吗 我可是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的 我明明写了周建勤专属 你怎么还吃啊 我想吃就吃 大不了我赔你 给我难中 我警告你 以后不准动我的东西 尤其是吃的 尤其是写周建勤专属的吃的 还有 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问清楚 去露营的那天晚上 你记不记得你亲了我 你 你 为什么要亲我 跟我借过有那么恶心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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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